这个男孩从不学习 但每次考试他都能考满分 只要他两眼一扫 考卷上就立马显现出答案 而他之所以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全都是因为学霸小文的帮助 但只可惜好景不藏 在这天的考试中 眼镜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看不到答案 他生气地找到小文 并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小文不敢说出真相 但在眼镜的不断逼问下 他也只好说出了实情 如果想要一直看到答案 只要找到新的忌品去420上吊就可以 这么重要的事你应该早点说啊 再过一周即将迎来期末考试 学生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都在疯狂的玉系攻克 而叶平也不例外 然而就在他埋头补足时 小文却找到了他 小文恳求叶平救救他 如果再这样下去 自己会被眼镜杀掉的 小文劝说叶平去420上吊 因为只有叶平拿到第一 才能阻止眼镜 叶平答应小文一定会拿到第一名 但绝不会去420上吊 星星吧 学生这里靠实情拿到第一名 是不可能的 实情上面不可能 深夜 叶平像往常一样在厕所读书 这时他忽然听到小文的声音 他循着声音望去 原来是眼镜在欺负小文 由于眼镜看不到试卷上的答案 所以他威胁小文 在明天的考试中两人互换答题卡 如果不照做他就会杀了小文 第二天 眼镜就在答题卡上 写上了小文的名字 不出所料 这次考试小文的成绩一落千丈 由于成绩落差太大 方校长叫来了小文的父亲 并给了他两天的假期来调整心态 回家的路上 小文告诉了父亲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 可谁知父亲不仅不关心 反而将小文丢在了路边 没办法 无奈的小文只好返回学习 第二天 学校举办了表彰大会 只见方校长在讲台上 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打了鸡血 这时台下的小文却哭了起来 班主任还以为小文身体不适 于是便让他回到寝室休息 然而没多久 小文就在美术室自杀了 长期的学习压力 再加上父亲的不理解 所以他才做出了这个愚蠢的选择 小文的死让叶平非常震惊 当晚学校就为小文举行了祭拜仪式 同学们都在默哀 可叶平却发现只有眼镜满脸不在乎 祭拜结束后 叶平生气地找到眼镜 他认为是眼镜把小文逼死的 于是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结果在打斗的过程中 叶平不小心使眼镜撞到了脑袋 眼镜当场昏迷 叶平健壮赶紧逃出了寝室 由于眼镜的脑袋受伤 学校也只好让他暂时休息回家治疗 这样一来 保送哈佛的人选必须重新评估了 所以方校长决定 从现有的排名中挑选新的人选 可没想到的是 当打开成绩名单时 在场的所有老师都傻眼了 只见全校学生的成绩 竟然都变成了87分 原来这一切都是叶平的 他故意入侵了教务系 不仅更改了成绩 而且还鼓励全校学生反抗变态的效果 但只可惜 学生们的反抗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 而叶平做的这一切也被校舰发现 经此一事 方校长决定将叶平开除 第二天 他就将叶平的父母叫到了学校 得知儿子要被开除 不知情的夫妻俩还在向校长求情 最终方校长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表示 只要叶平能在期末考试中拿到第一 那么学校就不会开除他 如果拿不到第一 那叶平只能收拾书包鬼蛋 并且还要追究叶平侵入教务系统的事情 为了不让父母再为自己费心 当晚叶平就来到了420寝室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吊 然而就在上吊的过程中 他突然看到房间里出现了很多学生 而这些学生都是曾经忍受不了痛苦自杀的人 与此同时 方校长看着上吊的叶平露出了满意的笔记 随后他打开笔记 将小文和眼睛的名字全部刮掉 接着便写上了叶平的名字以及上吊的时间 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 是方校长和网界优秀学生的合照 而这张照片竟是一百年前拍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方校长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